如果要做多個語氣,我這邊把這個介面設計上方有一個小的星球的形狀 點擊下去,那各位可以看到英文版的 那這個的話,基本上我把它按下去 馬上變什麼?有沒有,變英文版了 其實這個是我剛剛做的,這本來沒有的,這是我剛剛做上去的 那要怎麼做這個版本,特別注意,第一個 我們要先add 一個什麼呢? 底下,就是我要做多個語氣之前,要先告訴他說 我要做哪一個語氣,要新增什麼樣的語氣 那預設的話,當然這個英語就是我剛剛做出來 我做出來之後,它就自動怎麼樣? 會幫我新增一個資料夾,這個資料夾就是value 在value後面會加上一個-en 這個是它自己幫我加進來的 那我剛剛怎麼做?第一個,我就先在上方,先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這邊有一個add 一個新的translation 就是我要新增一個語氣的意思 那這個語氣的話呢,我剛剛是在這邊上面 他要問我說我要選哪一種語氣 那我要英文的話,我就選了什麼?english 就找english 那這邊有一個english 這邊english english在這裡 ok 那english當然很多啦 有什麼英國的,澳洲的,或者是美國的 那如果說你全部的語氣 全部的地區,只要英語氣國家的地區 他只要選擇的是英語氣的話 他就會用英文 那你就做一個就好 不然你只要澳洲一個 然後英國一個,美國一個 甚至我發現新加坡都有用英文 因為新加坡是新加坡式的英語 他們講的英語實在是非常好笑 新加坡式的英語 你感覺好像聽起來他在講中文 但實際上他在講的就是英文 好,那當然這也是一個英語 如果說你全部都要 反正就英語 系國家 他切換進來的語氣就是這個的話 那你就按確定就好了 ok,按一個確定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有create 所以我不會有確定 因為我已經create過了 ok 如果你們把他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他自動會在 在value這個地方會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dashen 這個是他自己translation功能幫我們新增進來的 ok 然後呢,底下會有一個stream的自傳支援檔 你就直接在自傳支援檔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原來是會是像這樣 就是說一個resource 沒有東西 就像這樣 resource開頭,resource結尾 那你可以怎樣呢 把舊的這個有沒有 中間的resource複製 切過來 切過來之後的話呢 你把它怎樣 做翻譯 上面這兩個不用翻譯 這個應該不需要翻譯 然後再來的話這個是 本來是什麼呢 本來是英里 你把它改成miles 那這邊把它改成transfer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有一個什麼的英語系 那如果說你還要再其他語系 比如說一般單很大的市場 像那個 簡體版好了 還有日文版好了 如果你要再增加一個間梯版 你就什麼 add一個transfer 然後呢 這邊的話找到一個什麼 應該是找到那個哪一個呢 我們是 Chinese 在最下面這邊有個 ZH有沒有 通常那個我們的繁體 跟簡體 都是在Chinese這個類別 Chinese裡面 OK 然後找到 預設的話就是這個 然後這邊有個國旗 所以基本上 OK 這個太敏感了 你不牽涉到 OK 好 那就是有一個 這個我們的國旗出來 那當然預設的就是這個 如果說你今天要是那個什麼 大陸那個 簡體的對不對 你就找 往下找 應該是找到 會有一個什麼呢 會有一個那個 China的 China的往下找 會有一個 Chinese 我印象中好像是在 CN的樣 C開頭 CN在這裡 China在這裡 OK 好 那你就找到那個 Chinese裡面的那個 China OK 這個看國旗 應該五星旗 沒錯 OK 好了之後的話 那它也會幫我們產生 那你可以直接在這邊 Key 有沒有 這邊有個New Transfer 也可以直接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放過 在這邊Key也可以 這邊Key也可以 或者是你按確定 我喜歡按確定之後 再到剛剛這邊 就是它這邊是空白 你可以把剛剛的這一串 把它複製 貼上去 或者你剛剛 如果在上面Key 它會自己幫你產生 就是 產生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要那個 因為你要翻譯嘛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Google的翻譯 Google翻譯裡面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簡體的嘛 有沒有先打 把英理轉換 那你就把它把它 把這個英理複製 然後貼過去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也可以自行產生 什麼呢 韓語啦 你如果要日語 其實都很 就很簡單 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再把這個地方 這個簡體的再做一個 那很快的你會發現 你的 這個看起來好像一樣 因為這個語系 我們是Unical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同一個碼 所以它就不會 轉換可能會 看起來比較明顯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地方 改 改完之後的話 你把它Save之後 那你會看到 再回到 這個轉換就比較明顯 Save一下 Save之後呢 你再切回到原來的頁面 這個頁面有沒有 那上面就會多一個五星期 有沒有 五星期就出來了 那五星期點下去 有沒有 轉換沒錯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 各位也可以再去 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那個韓文 或者是日文的 日文的話 你就找那個 應該是Japan的 JA的啦 JA J開頭的 JA JA的這個 J開頭的 OK 那其他在這裡 那另外的話 還有韓文 還有其他語系 那相關語系的話 其實網路上找一下 Google一下 都有啦 比如Android的語系 它會有個列表 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國家 那你可以主要的 英文 簡體 繁體 日文 那日文的話 其實如果說你要建立也非常簡單 你就直接在Google翻譯裡面 點一下日文 就出來了 但是喔 之前好像有懂日文的同學 好像翻出來的還是有點問題 恐怕如果說你要做得比較OK的話 還是要找那個懂日文的 不一定要找日本人 找懂日文的 然後幫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不然的話翻出來 可能日本人看了就笑了 想笑了 這到底是在翻什麼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多過語系的部分 特別說 重點是在 這個上方 有個小小的一個 箭頭 就是預設 預設的話 預設的畫面是這個 就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去 Add New Translation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所以如果說你有英文版 那你就 就執行到那個模擬器裡面 因為模擬器預設只是英文版的 那你會發現 他會預設用英文的語系來顯示 除非你把你的模擬器裡面的語系 改成中文的 他才會用中文來顯示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